藝人阿翔被拍到出軌激吻好友謝忻 深深打臉過去堅稱的兄弟情 也引發大家開始討論 其與異性朋友應有的界線 有網友翻出過去大小S 在節目上討論相關話題 精闢的解析讓網友直呼超級中肯 有一種女人才是 厲害的不著了 你王不勝法 對 你會覺得 這個女生沒有任何的攻擊性啊 她看起來就是跟我的男朋友 好像只是好朋友 還蠻聊的來 會一起聊車啊 這種女生沒什麼話題的內容 對 而且你男朋友 沒什麼興趣的內容 對 然後如果你男朋友聊到這個女生啊 譬如說小姨子她就說 我跟小姨子兩個是哥們啊 然後小姨子看到你她就說 欸 我跟妳男朋友是好哥們 兄弟啊 所以我們倆就是姐妹啦 對 就你稱兄道弟 我們幹嘛聊車嘛 聊籃球啊 聊運動啊 你放心啦 這種人啊 他就是狐狸精 沒有別的 他就是狐狸精 沒想到14年前的犀利見解 竟意外與近日阿翔婚外情不謀而合 她與線心過去的互動也被回顧檢視 不禁讓人覺得倍感諷刺 非凡娛樂這裡報導